那我们来看到说 看来我们这一番分析之后 发现乌克兰这场的一个 不要讲叫战争 应该发生可能性是并不太大的 相信国际间都有这样聚会 能够把这个冷静的来做处理 那桂月姐是这样子吗 您的看法呢 马上要前进到乌克兰去了 普丁他这次的发动这个 他是赢家 他可以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我个人觉得 无论如何 欧美是很爱谈的 他们很会谈的 但是我觉得我要注意 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下 就是这个 小心擦枪走火 有的时候谈判是很慢的 你死了几万人以后 你死了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例子 他们才开始有所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心 就是说谈判是很重要 是不会 我认为也是跟大家 前辈们讲都是一样子 不太可能打起来 但是俄罗斯普丁 如果你是普丁的话 你是不是这样做 如果你是普丁 很好 所以这个中间 是不是会有擦枪走火 还是说零零星星的 什么样的一个摩擦出现 这恐怕大家也不能够 在这里掉了清新 那其实今天我们说亚洲 也不是太平静 因为北韩又发射了飞弹 所以人家我们怎么看 这个局势来 刚刚我们就说了 对岸的大陆的广州 在这又一个餐厅的爆炸事件 其他五年就特不平静 当然如果像北韩的部分 因为它其实不是在今年的时候 才有这个所谓飞弹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一直持续性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东亚地区里面 它都是一个状况 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都还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国际局势 其实不断的在改变当中 很多其实都是在我们意料之外的 是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讲读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国际利子上面 去理解我们政府 其实在某些外交空间上面 或者某些外交作为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或没有注意到 或我们一直认为它可能不会发生 但事实上它确实是不断的 慢慢的在改变的那样的现况 那我也会认为说 比如说以这一次的这个任务